又是最後一節 又是我們的廣告時間 這個你可以當作是我的廣告 亦都可能是你改變命運的其中一個重要的資訊 當然了 有人說這個是3G圖有沒有現場看 其實現場我們已經進去了 收樓了 麻煩你 為甚麼我們自己拍的那些拍得相當瘋狂 於是 其實如果有去聽我們sendmina 我們有些去過現場的朋友 做證不要再聽我說 就知道這層樓是有多漂亮的 首先我要這樣說 近日的確是越來越多人叫我講馬來西亞 叫我講MMEX 叫我講買樓 這個我想當然是 我要多謝這個特區政府 多謝這個中國共產黨 更加要多謝杜汶澤 他剛剛做完這個走路到馬拉 我想香港人 的確很多人真的要想想第二家園這件事 很多人問我拿資料 我很brief的資料我會給他 但說樓的資料我是不會給的 為甚麼呢 第一 當然賣樓是我們公司 或者我本人 林康正也有份 是很想你們賣 是我們的生意 是我們的主要收入 OK 但是 要這樣說 賣樓 是一件大事 我可以跟大家說 或者也可以有些網友造成 我的網友是對我100%信賴 就這樣丟一張票給我 可以了 他不用看了 我沒想到的 你跟我去買吧 即使是這樣 我也不喜歡 為甚麼呢 我自己做了幾十年 在香港也做過地產 其實我現在也有牌子 當然 好的時候好地地 一有甚麼不對勁 所謂不對勁 甚至乎不是我的房子不對勁 是你香港有甚麼頭暈新興等錢花 你就怨我好地叫你去買樓 我實在見得太多了 我懶得你 去到今天 我就不需要賺這些壽氣錢了 所以你們問我拿甚麼資料 基本上我是不會給你們 我會叫你們多點留言我們的節目 甚麼時候會有semit 去聽我們的講座 或者跟我們的團團 去親眼看過 你計算數 合適利才去買 我從來現在在做的事 最重要的就是 公開馬來西亞而買樓 馬來西亞的MMEH 跟買樓是沒有關係的 但為甚麼這麼多團友 或者我自己也買樓呢 是因為我們真的會 考慮到我們退休 和他的投資前來 其實馬來西亞樓 昨天星島日報也有這樣寫 我當然要跟大家說 我認為馬來西亞的樓 這個樓是我們現在買的 是追落後 甚麼是追落後呢 因為我是想不到 一個在亞洲曾經去到五小龍 排第五的國家 一個英文普遍受教育這麼高 當然還有很多問題 馬來西亞的國家 他的樓價為甚麼會 竟然比越南柬埔寨更便宜呢 在亞洲的角度出發 到處看著去年 變天 所謂變天就是 制政黨輪提 如果根據我的團友 就知道我會介紹哪些樓 為甚麼我經常播這個柏翠林 搞這麼多次講演講 都是講柏翠林 我和他有親 他有很多勇嗎 當然不是 我為甚麼要介紹他 因為他是我 我在馬來西亞帶這麼多朋友去看樓 其實買樓我自己都沒有買 直至有一次我老婆都跟我團 應該是第四五團 我老婆一看 他就決定買這個 當然我心中都是這個 而事實上 這個盤是所有去過 馬來西亞跟過我團的朋友 三百人五百人一千人都好 全部都認為是最好的盤 最合適的盤 價錢大家有些人不能給得到 有些人欠少許錢 是後話 但是他最合適的 我為甚麼要這麼介紹這個盤 因為這個盤 其實沒有多少貨 我不知道在說甚麼 我想介紹大家為甚麼買東西 因為現在市面上 我不要說別人 我經常說不要說別人 大家真的要去明白 其實現在海外買樓 Mark up 這是大趨勢 甚麼是Mark up 標價二百萬 你以為是二百三 或者標價二百萬 給你買二百萬 你以為都合理 Sorry 其實有很多時候是馬來西亞的樓 他就吃了那個 那些人來做生意的手法 都不能夠說 騙人的 為甚麼呢 他報價給你 你認為是合理的 一個月打 一個月捱 發展商亦都願意給他做他的 所謂高涌 但是我去選IJM 我們去介紹這個 Bandai Central Park 其實就吃虧得太多了 為甚麼呢 因為他是一個大的發展商 他怎樣去說呢 他這個發展商 在馬來西亞發展商來說 名列前茂 其實就簡單來說 根據馬來西亞人的說法 他就是等於 Janelle 走多入面的LV 就這麼簡單 但這個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因為他是在吉隆坡 市中心 OK 市中心 你千萬不要說甚麼 雙子塔 旁邊就是市中心 那裏是市中心 但是那裏是馬來西亞人不會買的 因為那裏甚至乎不會住 因為那裏太塞車了 而且很貴 現在其實那邊的樓 是賣了幾千尺 基本上是不會 馬來西亞人就不會買 連華人我們都不會買 是大陸老賣 因為那裏是很多樓 賣了三四千元 馬幣一呎 也有資 大家去中原 或者其他星島日報介紹 其實那些目標本身不是為你們 而是為大陸人 我有沒有這些樓盤 當然有 高不高勇 高勇 但是我認為不值 又不是那麼好住 為什麼一定要住那裏 而且往往那些樓盤最大的缺點就是 因為是單凍式的 為什麼 因為吉隆坡現在說的是 真是市中心之中的市中心 等於中環這樣 你怎樣能夠想像中環 能夠拆掉一個大大的地方 然後 然後 黃埔太古城 太古城 極其樂是一棟一棟來發展 但是 笨蛋又不是 他有個村子 他有多遠 距離這個 雙斯塔 如果你開車 就十幾分鐘 十幾分鐘 十分八分鐘 快心路 看都看不到 你能不能夠說很遠 即是你能不能夠說黃埔不是市中心 那些人經常拗市中心 你能不能夠說 九龍城不是市中心 你能夠說 這一點 它就是 唯一 最後去吉隆坡最大的發展 因為 為什麼說延伸 城市森林呢 因為 一開了一個是六花區 不能拆 legislative一個高山 只是有百五公帽 即是百多個球場那麼大 那他們那些東西 也都因為 簡單說 去那裏下什麼呢 我們認為是全世界去第五大的商場 在說幾分鐘 有失土 而這裏是有十三期的發展 有六期是住宅 六期是住宅 七期是商業 商業裏面可能有酒店 可能有service apartment 我們不知道 所以是商業 六期就是住宅 商業那些將會有什麼 租客 後來我會說 現在就建了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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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第一 二期都是賣的 那收過現樓的朋友就知道 他的環境是怎樣 用料是怎樣 我覺得 如果你去到那些 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過那些樓 像德國Mate Tower那些 你去看 你用那些 你用新鴻基最頂級的標準 那他跟這個標準來比拼 我仍然認為 講我公 講我公 一百個percent 是 給他們領得多 先不要講其他facility 好像我四訪單位 在講三百萬港幣 這是叫貴的東西 其實是八百多元馬幣一呎 我為何要買三四千元呎港幣 而當這個 其實我收到第一期 我已經收到20% 樓價 正如我昨天所說 馬來的樓花期長 他最過癮的是 其實是由樓花到燕樓 那個percentage是最大的 接著每年有幾個percent的增長 但是笨派 我是非常看好他的 因為當他 起到八期、九期 開始商業入伙 走些入伙去走 這裏就是另一個大股城 這裏就是 為何他不是賣二三千元馬幣一呎 一呎 因為現在吉隆坡中間那些 是賣三四千元馬幣 為何他不值二三千元 或者三四千元馬幣一呎 很容易 所以我完全沒有想過 我就買了 我老婆一看就買了 當你了解那些鐵路 各樣各樣 那是不是可以這樣 你們看完聽完我講 就知道 Come on Join我的團 六月的團 全部空了 我要跟大家說 真的很sorry 本來我上個星期 早兩天說八月二三號的團 去不了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八月二十三號的團 那個禮拜天 那兩天 二十五、二十六號 就不能夠去天空之境 但是我不想改人情 我不想 不跟大家分享這些世界美景 於是30號可以改 但是30號原來是馬來西亞國慶 周圍失車失人 變成可能我會九月七號 或者你等我另行通告 現在距離還有幾個月時間 但是我想裏架也不相差一天半天 是九月才行 OK 大家有興趣投資馬來西亞 或者移居馬來西亞 或者聽我說就說得多 動力在哪裏 問心一句 去到那裏只剩下香港的老朋友 已經相差很遠 你有沒有這麼貴 其實 好像我們這次的團 也會帶我們去 因為我們這位老朋友 也會再跟這個團 不知道第二次 第三次跟團 明明去馬來西亞人 也會跟他的團 也會跟幾次 為什麼呢 當然好玩 他會帶大家看一下 他在芙蓉 我們認為最好去馬來西亞的地方 三千七百呎 獨立屋 裝修了之後 他用了 不過我現在不能說多少錢 Anyway Total 他連上裝修 連上樓價 兩塊港幣 永久地權 三千七百呎 七間房 八個廁所 那我真的要問 連上裝修 是品味裝修 很漂亮的裝修 我為什麼要在香港做得這麼辛苦 馬來西亞 可不可以在香港這麼容易發達呢 我不覺得是 但是馬來西亞就是賺食容易很多的地方 馬來西亞是優勢 就是因為他可以感受到生活 他的節奏比較慢 當然這個也可能是他的缺點 因此 因為香港就是快 那你去到那裏 如果你說我適應不了 那我也是說那一句 因為除了那個節奏之外 其實香港人在那裏 真的非常之有優勢 特別是他們很敬虧 仍然不要說純拜 很尊重你們香港人的時候 如果你說過到那裏 你生存不到的 其實你就真的 我覺得你哪裏都不用了 真的哪裏都不用了 OK 就算了 馬來西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